我最好的朋友跟我说他得了重病 我说你减减肥啊 我经纪人最近也开始逼我减肥了 我也有身材焦虑 有一天买了个鸡蛋灌饼 想想不能吃 给了路边一个乞丐 他说不吃碳水 我说 但你是个乞丐啊 他说对啊 胖了就不可怜了 我的风格叫one liner 中文叫一句话笑话 之前去大学演讲 下面坐着50个老师和1000个学生 院长为难我 上台说 来 一句话逗笑我 我说你学术造假 他说 真会讲笑话 我们继续 我中学 英语成绩不好 60分的选择题 只能得18分 老师很生气 说 你信不信 我把答题卡扔地下 踩两脚 都比你分高 我很不服气 凭什么他的脚 比我的脚厉害 他说 因为我是扁平族 我高中早恋 和女朋友在操场散步 有人抓 我掩护他逃跑了 只抓到了我一个 问我 另一个人呢 我说没有啊 我自恋 神明是你来搞的 你们很聪明 很聪明 我想先布置一下场地啊 你们觉得物聊 可以先投票 我想认真说一件事情 我爸上个月住院了 他抽了三十多年赢 我妈也劝了他三十多年 但他不听 所以怎么说呢 也不能怪我妈下手太狠 我妈问他 烟有什么好的 我爸说 YYDS啊 我妈问我 什么意思 我说愿意 动手啊 我爸求饶 别打了 你是我的神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网络是丰富了生活 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坐地铁 旁边大哥 一直刷那种 美女穿短裙 跳擦边舞的视频 还外放 几分钟后 刷到了我的视频 两秒钟滑走了 我滑了回来 谢谢 我说大哥别着急 他一会儿也跳 大哥看了五分钟 说 他怎么还没跳 我摘下口罩 因为我不会 然后转身跑下地铁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那一刻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大哥冲着我的背影喊 你等下回见面了 天 这茫茫人海的 一个小时后就见到了 他对我说的话是 来 一句话逗笑我 下马拉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小美 没想到已经到半决赛了 说实话有点比不动了 身体有点吃不消了 前两天导演组问我 他说小美 你是不是创作力枯竭了 我说创作力还好 我感觉我杨瘦快到了 真的太累了 你知道吗 真的不能再搞笑了 再搞笑我就要进决赛了 我今天最后再给你们嘱咐几句吧 然后一会你们笑的时候又大声点 我想风风光光地走 真是太累了 有时候我就在反思自己 我就说小北 你这辈子是不是成不了什么大事了 因为在我印象里 能成大事那种人 都是每天精力非常充沛的人 都是每天早上一床就 我来了 都这种你知道吧 我每天早上就像什么样子吗 我每天早上就像又来了 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知道吧 有天看到一个新闻 一下击中了我 一个新闻写 搜狐的张朝阳 每天只需要睡四个小时 我每天需要睡12个小时 我要睡得饱饱的 你知道四个小时什么概念吗 我看到我的手机 我手机显示 我每天玩手机的时间 是四个半小时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张朝阳甚至可以当我的护工 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你知道我 我躺在床上 我说小张啊 我一回准备玩会儿手机 你就一会儿 把今天的叫睡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 你知道我怕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去看医生 我说医生看看我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 天天这么累 医生号了有卖 这小伙子 你不会死 你不要紧张 你就是普通的盛亏 我说大夫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但是我是个很乐观的人 突然就想到了一个 我特别适合做的职业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做idol 你听我解释啊 为什么适合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条件啊 基本能拒约所有诱惑了 我都能想象到 我在大街上走 突然有一个漂亮的女粉丝过来说 哥哥跟我们谈恋爱吧 我说哥哥呀 没有这个经历 哥哥比起爱你来说呢 更爱活着 不说了 哥哥走了 拜拜 好了 别追了 哥哥跑不动了 然后医生给我唯一的嘱托 就是说让我平常多运动 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很多运动 你们知道最近很流行的运动叫做飞盘吗 就是你们现在心里想的那种狗玩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人玩狗已经满足不了人了 你知道吧 现在已经出现了人玩人的现象 然后一开始我玩的时候 我还不太懂 我还特意借了一条狗 到了操场之后 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带狗 我还跟那个编幕说呢 我说今天要辛苦你了 然后那天没想到主角是我 你知道吧 我贼累 那狗贼无聊 你知道吗 然后那天杨门恩也在 杨门切尔灯跟我过来说 小北 玩狗有啥意思 玩狗 不如当狗 说完之后杨门 追着飞盘就出去了 你知道吧 我给你解释一下 飞盘这个运动 其实很简单 飞盘这个运动就是几个人 对几个人 然后来回扔飞盘 达阵得分 那个场景怎么形容呢 就是你们想象有个草坪 然后大家都跟狗玩 但是没有狗 大概就是那样的运动 当时我还不会玩 然后我在那有点局促 我就说 我怎么不会玩怎么办 然后有个人过来说 他说 小北你不要着急 一会儿会有人训练你的 结果真的就来了个教练 你知道吧 然后他拿着一罗飞盘 我们拍成一个队 然后教练拿着飞盘说 跑 然后你知道吗 我当时还笑话呢 我说这也太可笑了 到我这儿 我抓就出去了 你知道吗 当时那飞盘飞得有点高 我脑海中出现三个字 用嘴雕 最后训练完之后 教练说 我们排成两个队吧 然后大家一起握个手 你知道吗 我下意识这样举了起来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特别怕 那个教练突然说 坐 我心想教练 你不会叫我巴普洛夫吧 而且里面的人 都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知道吗 真的有很多爱健身的男生 然后身体非常健硕 然后争强好胜 那种感觉吧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啊 但他们特别像 Rock忽兰的串 我刚写出来 跟你们笑得一样开心 我觉得这也太好笑了 没想到 没想到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还问教练 我说你们平时都怎么锻炼啊 他说三分练七分喝 我说喝 他说对啊 喝经典有机A2陈牛奶 每百行升有3.8克 原生五蛋白 高营养 更亲和 是健身人群的好选择 当时我就说 那三分练是啥呀 他说 然后教练掏出了一瓶 经典有机奶 他说小北 看见了吗 我说看见了 他说 跑 让我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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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踢 哎呀 哎呀 光打 他不会溜溜大哥到我决赛了 3 2 1 哎 还挺管用啊 哈喽 我最近压力太大了 我去找导演 说我要退赛 他说不用 我安排你淘汰 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 现在讲脱口秀 我一直没告诉我家里这个事情 直到前几天 我妹妹 偷着带我爸妈来看我演出 他们才知道 我学的水山养殖 因为我是被调剂的 我全家一直以为我学的是计算机 所以亲戚们电脑坏了 都问我什么情况 我说 可能是缺氧吧 我大学很喜欢一个女孩 所以女孩要动脑子 有一次她跟我说 你知道吗 已经三年没人陪我过生日 已经三年没人陪我过生日 我灵机一动 你生日是2月29号 我为了追她去学弹吉他 表白当天 发现自己不会唱歌 于是让我室友帮我唱 他唱得很好 女孩都答应了他 甚至不知道是我在表白 还对我室友说 下次轻唱吧 去年我妈给我安排一场相亲 我对女生说 我是脱口秀演员 她说 那你能送我几张票吗 我说好 你也喜欢脱口秀吗 她说不 我是黄牛 最后我俩没在一起 但会经常联系 上个月回老家 我奶奶告诉我一个噩耗 说我们镇上 出现了一所凶宅 人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壮着胆子去了 密室逃脱 我也没出来 我爷爷知道后 还去救我 能票太贵回家了 我奶奶很没文化 我来上海 她问我 上海是江苏省 还是浙江省啊 我说都不是 上海跟北京一样 她说啊 是在河北省啊 我给他们家装了空调 但他俩不会用 夏天 开得炙热 还不会关 于是他俩拿了个风扇进来 对着空调吹 以为能降温 热得很均匀 最后他俩在院子里睡的 因为外籍吹的是冷风 需要一定物理知识储备啊 我们继续 前两天 前两天 我朋友过生日 买蛋糕没买蜡烛 插了二十根烟 许愿要戒烟成功 怎么都吹不灭 我到一所城市 会逛他最好的大学 之前我去北京 在清华和北大之间 选择了北大 因为我从小就听说 北大有很多保安 自学考上了北大 而清华没有 所以我断定北大 安保比较薄弱 还是被抓到了 他说 你为什么闯进来 我说 你为什么没学习 最后我想说 其实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 我 前几天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女孩 通过微博找到了我 嗯 对 说她要结婚了 她老公 非常希望我去当伴郎 说唱歌求婚需要伴奏 其实上个月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了 但是我没去 我没去 因为很失望 去年 有个人上来就各种借钱 所以今年 他们没叫我 讲完了 谢谢老公 大家好我是广日 谢谢谢谢谢谢 哎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因为爱情嘛 就为什么让我来呢 就是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我谈谈恋爱可厉害了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谈谈恋爱 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母胎单身的恋宗 然后我去当观察员嘛 在那里遇到了很多 跟我一样二十多岁 还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我特别开心 结果节目还没有播出 往往就担心这个节目肯定会塌房的 他们肯定都谈过恋爱 当时我比网友更担心 该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谈过恋爱吧 当时我就有一个感受 我说这个房能不能让我先塌呀 然后呢那个节目就是 沈老师也在 每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环节 就是猜他们分别对谁心动 然后沈老师呢作为一个情感专家 就没猜对过 我没谈过恋爱 天天才对 后来我都慌了 我说我的选择跟那些完全不会恋爱的人 一模一样 我在那个节目里面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深刻认识了在恋爱中哪些行为是错的 就是我认为是对的 他就一定是错的 就我如果现在恋爱的话 我女朋友问我 就是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 我就会特别高兴 我当然知道了 这道题我猜对过 其实呢爱情中美好的样子我也见过 就有一次我请志胜和他女朋友来我家吃饭 然后快吃完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志胜在吃他女朋友的剩饭 我说你这都不香了呀 我这有海添蚝油 就 挤一点就可以好鲜好鲜 只能说可以 但是没必要 我这碗面放了爱情这个调味品 可惜呀你没有尝过 气得我当时就往面里面挤了一滴蚝油 因为海添蚝油挤几瓶 想挤多少就可以挤多少 我说这个就叫自由 可惜你体会不到了 就为了能早日尝到爱情的甜呢 前两天我跟志胜还去了趟那个 人民公园的相亲角 就那是我去过说话最刻薄的地方 比脱口演员还刻薄 我刚站过去 哎哟小伙子你这个身高有点矮呀 你这个也没有上海户口呀 也没有房子呀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呀 我说我就是问问地铁站怎么走 进去之后我又感觉那个地方就像是一个商品市场 就每个人他会把自己的条件跟要求写在一张A4纸上 就你从他们的内容排版上 我又能发现我应该是走错市场了 因为他们会把上海户口有车有房 用特别大的标红字体写在正中间 然后角落里写着四个小字 风趣幽默 我当时直接就借鉴了这种排版 我跟之声说 我说你看我多聪明 把风趣幽默写在了正中间 把没车没房写在了角落里 之声说你傻呀 没车没房可以不写 然后我们俩就在里面逛吧 在里面逛 后来我就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踩到了一位叔叔的A4纸 我说叔叔不好意思 把你的房子裁掉了 叔叔又拿出来两张A4纸 说没事我还有两套 不光是房子 就他们还嫌弃我的身高 就嫌弃我身高太矮了 临走的时候跟我说 男生长不到一米七零就算残疾 然后我回来之后跟大家说这个事嘛 气得往面跳起来拍桌子 这个人也太没有礼貌了 踩着高潮就要找人家去理论 我现在在相亲角就一直被嫌弃嘛 后来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拽住一个叔叔说 我说本来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 跟你们相处 现在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是一个明星 那个叔叔当场就认出来了 我想起来了 电视上看过你 住在郊区 月薪一千五是吧 快走吧 再不走就赶不上地铁了 他们都很现实 就在他们眼里 如果你没有房子的话 你就不配拥有爱情 然后我当时就忍不住了 我跟一个阿姨理论了起来 我说两个人如果互相喜欢的话 租房也可以很快乐 我刚说完 周围的阿姨爆笑 甚至周围的好多叔叔阿姨 放下手里的活 围过来笑我 跟我说 小伙子你也太好笑了 没有房子 谁会喜欢你呀 当时气得我扭头就走了 走的时候 撂下了一句狠话 哼 等你们房子租不出去的时候 你们会喜欢我的 谢谢大家 我是果王队 谢谢 有喜欢风趣幽默的朋友啊 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小河啊 我们小河现在谦虚 收入还是可以的 这一两年 早就不坐地铁了 现在都是拼车啊出去 接下来要上场的 就是人生非常不幸的 这个脚心先生 是婚姻登记处的负责人 结婚离婚都给他管 见证了很多新人便旧人啊 旧人带新人 经常前一天给人办结婚 第二天就来办离婚 住在爱情的废墟里 让我们有请小夕 大家好 我是青老师李沧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小河 第一次站在综艺节目的舞台上 说实话心里很紧张 担心自己讲不好 给节目组呢 增加一些工作难度 不过我也不怎么愧疚 毕竟贵公司也有两位领导 给我们的工作增加过难度 我来呢也算是一报还一报 当然了 我也是带着一些信息来的 不光是来报复的 这几年 我们国家的结婚率呢 逐年下降 15年还有9% 20年的时候就剩5.8%了 大家是不是现在不知道领结婚证免费了 还是不知道婚姻登记处在哪儿 我们单位 在青岛市李沧区永年路20号 欢迎光临 当然了 像李淡老师 我们也欢迎您下次光临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婚姻登记处的主要工作 就是办理结婚 还有离婚登记 这两年呢 我能感受到 大家挑选结婚的日子 越来越迷行 尤其是前段时间 2022年的2月22日 即使星期二又是农历的正月22日 9个2 寓意爱最多的一天 那天我们登记处 那是人山人海 大家都抢着来登记 给我们工作人员累的 直到2月24号才办完 当然开个玩笑 我们的工作 还是要当天完成的 而且呢我还发现 现在的年轻人 虽然不爱结婚 但特别喜欢磕CP 经常在弹幕上看到 这对CP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原地是结不了婚的 法律规定 结婚必须双方 亲自到户口所在地的 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登记 咱们山东省 从2021年的6月1日 已经试点了婚姻登记 跨省同办了 预计到2025年 就没有地区限制了 所以大家想要CP原地结婚 也很简单 只要原地等三年就好了 当然 更有可能 只有你在原地的 你的CP已经BE了 完了 BBQ 我们婚姻登记处呢 有结婚窗口 还有离婚窗口 在离婚窗口工作的同志们 真的很不容易 要注重表情的观点 不能不笑 又不能笑得太明显 要是很严肃啊 人家会说 那微笑服务都唯拿去了 连喇喇的给戏看 要是笑得明显了一点 人家又会说了 俺离婚的笑什么 结婚的时候都没看你那么高兴 重口难挑 真的很难 所以我们离婚窗口培训的第一课就叫 笑但没完全笑 所以我们结婚窗口和离婚窗口 会实行轮岗制度 一个月一轮换 一来呢 一来呢 是怕离婚窗口的人太过抑郁 二来呢 也是担心结婚窗口的同志 太过开心 导致了离婚窗口的人更加抑郁 结婚窗口也不全都是开心事 我们偶尔也会碰到隐瞒自己信息的人 上次碰到一个人登记 她跟女方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显示 她已经是第三次了 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会跟男方反复确认 直到他承认 所以呢 请大家到登记处来的时候呢 都带着自己的真实信息 毕竟我们这是一个 love and peace 地方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 be real 而且大家都知道 结婚要到婚姻登记处 但很多人不知道 离婚不一定 要在登记处 除了在我们这儿协议离婚 还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离婚 简单来说 要是两个人商量好了 就来婚姻登记处 要是没商量好 就需要去法院办理 要是一个商量好了 一个没商量好 那你俩就是没商量好 但不管怎么说 只要你们商量好了想离 肯定是可以离的 我们完全尊重个人的意愿 前两天有人来办离婚 办了一半打印机坏了 那人说要不我明天再来 我说不用 我出去给你打 只要你们商量好了 我们客服万难今天也让你们原地离婚 最后希望现在的年轻人 大胆追爱 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论你处于感情中的哪一步 是想结婚还是想离婚 我们登记处都有一扇窗口 为你们打开 当然了 对于那些不想结婚的 我们的窗口也是开着的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告诉大家 疫情期间都开窗通风 谢谢大家